我说我可能是这个 有史以来第一个 中国政府试图绑架回去的蛮豪家 我是蛮骄傲的 我没想到一个蛮豪家 需要他们耗费这么大的人力 精力财力来做这个事情 他们如果受到伤害 那很好 我会继续做下去 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极权政权 你也可以说它是带有强烈法西斯色彩 或者说它本身上就是一个法西斯犯罪集团 都可以 中国在东南亚这边的势力 不仅是包括这些公司 包括民地武 这些武装 这些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东南亚将不在这边以后 肯定就把它控制住 所以说主要的这个目的 就是可能是把它弄回中国去 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Y脑Podcast 你那边几点 之前一个月的时间 澳洲的ABC电台呢 曾经出过一篇非常重要的采访故事 叫做重磅揭露 中国特工在海外的神秘任务 这个故事呢 里面呢 有一位叫做Eric 我们可以叫他前特工也好 前中国共产党的线人也好 自曝出现过有三个神秘的任务 那么这三个神秘的任务呢 是曾经他尝试去诱补或者诱骗三位中国的艺人士到东南亚 尝试把他们再带回中国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的Y脑Podcast 你那边几点 就请到了这位身在澳大利亚的Eric 和他曾经的过招 或者说他曾经尝试诱补的对象 变态辣椒 两位一起跟我们谈一谈当时的这么一个状况 欢迎两位Eric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变态辣椒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Eric其实你这个故事出来之后呢 在网上其实引起了一个轩然大波 可能并不是很多听众呢 就一开始就看过你的那一篇视频的报道 那可不可以简单讲一讲你的经历 我的经历其实简单讲讲 这个故事还是说来有点话长了 大学那会儿的时候他们就是接触了中国社会民主党 是通过翻墙软件偶然间看到这么一个组织 然后就加入加入以后 然后这个党他有些活动嘛 他曾经召集一些人去香港开会 然后当时我没有去 但是我在网上在QQ群里面跟别人说过这些信息 然后当时很年轻嘛 也不知道中国的网络监控有多么厉害 所以说就这点就很可能就被盯上了 警察就然后就把我给逮住了 就像报道里说的那样子强迫我去为他们工作 我这个人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这比较务实的 就是你如果说不妥协的话 那么等待我就很麻烦 因为当时我在那个生命党内挂的头衔 虽然是个光杆司令 但这个头衔这个事情是可大可小 就像警察说的 就是我是重庆党部主任 那么这个他完全可以给我把这个案子弄得很大 那么我们办法就最后为他们就是工作 当时我自己心里头其实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你也可以说是当时安慰自己了 如果说将来要跟共产党要做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争斗墙 要结束他的统治的话 那么秘密警察是第一线最重要的一个敌人 那么我必须要了解他内部的一个运作 那么我就可能当时是安慰自己 但是这个想法其实后来很快也就在逐步的在实践 而时间也非常的跨度非常长了 然后比较正式的出去就是 辣椒他这个任务是16年的 16年这个事情出去以后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专案嘛 专案在建布寨那边待了一阵子 明白那既然辣椒在这 我们不如先从这个这次又补辣椒的这次故事开始讲一讲吧 因为整个的情况其实从外界看来是铺的相当大的 那么你去柬埔寨工作 然后给你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然后呢还再邀请当时在日本的变态辣椒去做一个logo 那这个logo真正还成为了一个内奸公司正在使用的一个品牌 之后才再去尝试请他去柬埔寨来工作 大概是这么一个流程吧 可不可以从辣椒的这个角度来谈一下当时的状况 对就像我跟ABC的记者所聊到的 就是说首先我蛮佩服他们的专业素养和那采访技巧的 就之前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就是只是说采访我的政治漫画这方面题材 完全没有提到还有这个事情 他们在之前有一次预先的interview 就是视频里边有聊到过 就很委婉的问到我 就拉家长嘛 然后谈我的政治漫画 说以前有没有遇到什么政治风险的什么事 然后我就马上想到一个事情 我说就是这个事情 是我多年来耿耿于怀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很多年以来 偶尔会想起那个柬埔寨的事呢 就会有点怀疑 我和我太太都会私下商量嘛 就会觉得当年那个招聘的事件 是不是一个陷阱 不确定 因为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但是有点怀疑 可是呢 这个怀疑呢 又不好多说 因为万一人家不是呢 对吧 其实就是个好心人 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机会 然后我如果就这样说 人家是一个什么陷阱什么的 那把人冤枉了也不好 所以我就把这个疑虑 讲给了这位记者听 那么记者当时他已经从 Erik已经那联系了嘛 应该是 所以他就很快就 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判断 这个事情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然后回头讲到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我当年是16年年底吧 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那个记 因为隔了这么多年 可能记也会有偏差 包括一些想法 我在接受ABC采访的时候 我以为说 当时我和我太太有个共识 都觉得去柬埔寨是不安全的 但是呢 去台湾大家觉得没问题 那事实上后来 我再回头再看那个 email的来往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这些 email我都收藏着 我打开再看的时候 复盘的时候才发现 不是这样子的 当年我太太对 去台湾面试 都是非常反对的 她是还是不信任 就是回过头来就说 因为我看我的邮件里面写嘛 就希望Arik能够把那个 当时叫小杨嘛 就是能不能再把这个 太子集团的这个身份 再跟我确认一下 她这个是个专案 她第一次接触到辣椒 她这个事情 然后包括她的简历 包括这个 大概一个任务的一个目标 他们一开始 计划不是招聘 是就说让她去做个东西 给她点钱 然后让她来考察 考察后来这个东西 好像发现行不通 然后他们又说要去招聘 然后当时管的还是很严的 当时应该是 算是比较正式的 我第一次外放 被送到这个柬埔寨 安排到了这家公司里头 后面就去接触到了辣椒 然后就是跟她建立联系 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应该是有一个最基本的目标 就是把辣椒诱补到柬埔寨 之后怎么样 是这样吗 应该是把它弄到柬埔寨 弄到柬埔寨这边以后 肯定就把它控制住 控制住以后 至于是通过一些 比较正式的遣返 手续把它遣返回去 中国还是通过一些 比如说更极端的方式 比如说就直接就 比如弄那辆车 给它直接拉过去 或者是类似绑架这种 这个我就不晓得了 因为那个是后段的工作 就跟我不关了 所以主要的目的 就是可能是把它弄回中国去 受审 它这个事情管得比较严 然后之前我短暂的 就是上传过一些 这方面的记录 后来因为其他媒体的要求 就下架了 就通过这些聊天记录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是当时是自争俱拙 就是我发的每个东西 发出去之前 就要给他们过目 然后他们就 如果觉得拿这样不妥 他们就要进行修正 相当于两个人 在同时在审这些信息 那么当时 其实我是有心给辣椒 就是警告的 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的话 就很难通过在线的方式 去给他发这种警告 那么我就想到这个方式 能不能通过当面的方式 那么聊天记录里面 就是当时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当时提议 就是说能不能去日本 这个日本 就是我们公司的高管 能不能去日本 跟那个辣椒去当面谈 我就想着这个 如果说他们同意的话 同意派高管去的话 那么到时候我后面 我可以提出来 我跟着一起去 那么这样有个辣椒 如果见面的话 就可以一句话 就可以把它警告了 那这个方案就没有被采纳 后来的时候就说 进入到招聘环境的时候 然后就说 让他来哪个地方和地区 那么就罗列了一些 地区和国家的一些名单 然后就让我们来选 当时应该是三个人 是可以基本上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 就是我跟我一起住的 那个信里的那个退休警官 还有就是我的老上街龙 那么我就想先说服礼 然后就是同意我的一个想法 那么我就想选 新加坡或者是台湾 那么这两个地方 即便辣椒去了 比其他地方来说的话 也是安全性要高得多 逃脱的概率也会大得多 而且我当时有一个想法 就是这个想法 当时我觉得其他人都还可能没有意识到 就是说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地方 如果说去了的话 它的政治风险其实是很高的 任何任务都有失败的风险 那么如果失败的话 谁能承担起失败的政治风险 那么当时前面操作的这些警官 他们可能考虑不是很多 但是可能上面他会考虑 那么这个事情后来就是 确实如我预料的一样 这个方案都最后进入一个 差不多时操的阶段了 然后公司那边也回馈说 他们在台湾去 这地方去用船 做这个事情有可操作性 那么后来这个方案 报到上头去以后 上头肯定要考虑 这个政治影响的问题 那么没有人愿意承担 这个政治影响 后来这个方案 就直接就被放弃掉了 所以说的话 也是如我预想那般 怎么说呢 他辣椒这个事情 对他来说也是比较幸运的 一方面是他太太的 一方面的提醒 另一方面我在这边 也在做着些自己的些努力 不然的话 如果说他争取的话 其实这个后果 也是很难设想的 对对对 回头按顺序说吧 就是Erik当年他叫小杨吗 一开始跟我联络 可能是 是不是推特私信 Erik 我一开始好像是 给你哪个地方 发了个啥子评论吧 不知道是不是推特 还是什么 我年代确实太久远了 对年代太久远 我记得我们是在 推特私信过 还是在QQ里边 一开始也有聊过的是吧 后面好像是 直接就给你发邮件了吧 好像是 应该是直接后来 比较正式就得到你回应的 应该是 就后来直接就发邮件了 好像是这样 我记得我可能是 看了你的推特号呢 还是看了你的QQ号 那要不就是微信 就是是这样的 就是你给我私信 我就想知道 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知道你什么样的 那个政治倾向吗 我可能是去了 你的QQ空间 或者是微信朋友圈 或者是推特 我不记得了 总之我是去看了一下的 所以一直以来 Erik也要去养 他自己的这个号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拉娇 你那个 当时我在 就是把那个聊天记录 放出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这些聊天记录 当时 我有看啊 就是有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就是其实当时 这个加你微信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蛮让人头痛的 你知道吧 对 那个 这个当时都经 这个聊天记录有反应 就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弄 我的那个微信号 微信朋友圈 其实挺复杂的 它是混杂着 两种不同的这个立场 一方面就是 我出于我自己的意识形态 而且因为我有这个 特务身份的掩护嘛 所以说我经常发一些 比较反动的一些东西 然后但是有一阵呢 我又会发一些 就是比较爱国那些东西 就是它是夹杂在一起 就是相反的东西 那么那个时候就比较复杂 就是说 如果说那个加德瓦 万一他看到了那些 比较爱国那东西 怎么办 那个当时就 他们就说 要不然就是 征用公司的某个人的微信 或是怎么怎么样 就弄得很复杂 最后想一下 最后说 还是用我的微信吧 这几个那个东西 给它删掉 删掉以后 然后就加了它 是这样子 那应该就是当年 是看了你的微信的朋友圈 大概是 所以Eric也长期处在 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嘛 就是一方面你要 某种程度上 表示你的忠诚 另一方面 你要好像为了 怎么讲你的工作 去尝试把你的这个号 又再变得相对 比较反动一些的 这么一个状态 反正就是正反 两方面的东西都有了 其实怎么说呢 我这个人胆子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处事的话 一般还是比较冷静 压力最大的时候 其实是之前尝试淘宝 比如说去香港 回来以后 那个时候是 对我来说是最危险 压力最大的时候 那么后面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 然后我就知道 那个上级要帮我兜住 因为他们怕连累自己 那么后面 他们有一些试探 然后我基本上都过关了 后面其实也就 也就没有那么担心 直到我就是 微字旅那个事情 引起北京的调查以后 后面才开始更 再担心起来 这么一个事情 这么一个过程 好 明白 这个我们之后再仔细聊 我们先把这个 辣椒里边的故事 请他讲完好吗 然后就是 我先看了小杨的 那个微信号码 然后觉得 从朋友圈里看到 就像一个 中国常见的那种 对中国体制 有点不满的这么一个人 他感觉 好像是有点 同道的感觉 对吧 所以就建立了 初步的信任 然后就很快 他就说 他是在那个 太子集团工作 会有一些工作项目外发 那么正好 这个价值观也差不多 他就更烈意 发给我这样的 好像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一说起来 是一个吉祥物的设计 正好是我拿手的吧 就是以前在广公司 工作很多年 这个东西是非常专业 非常擅长的事情 我说那可以做 就做做看了 那我当时不知道 这个是设好的 他们设好的一个圈套 一步步引你入购 一步步建立信任 那么这个东西 他们后来就说 还挺痛快 先预付了那个定金 都是比较主动的 包括全部设计完了 做完了之后 就是尾款也结得很痛快 通常来说 中国的企业 不会这么痛快的 总共要想办法 拖一拖什么的 他们给的比较痛快 对对对 我想问这笔工资 到底是谁出的 是那个公司出的 还是这个国宝方面出的 这个东西 我就不负责了 这个东西反正就是 他们安排人去打款 至于这个钱 到底走的这个账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 多半是公司出的这个钱 因为怎么说呢 就像中共的这个 传统策略一样 以商养情 那个商亲两望 为什么这么大力的 扶持这些商会 商人 就是因为很多东西 都是可以用 这些商人的这些钱 直接去把它弄了 不一定要走 就是内部的那个国宝的账 因为那个审计是很严格的 所以就这一家 中国公司 实际上是和这个当地的 无论是大使馆也好 或者是这个中国的背景 也好 是一个整体相通的状态 所以他才会 可以拿出自己的这个钱 来服务于 整个的这个国宝系统 这个很多公司 都会有这种状况的 但是我纠正一下 就是说 在某种程度来说的话 从法律上来说 他不是一家中国公司 他是一家柬埔寨公司 包括他大老板 也是柬埔寨国籍的 当然以前是中国国籍的了 那他是出于怎么样的 这个利益关系会用这么大的一种资源去协助你 或者说协助国宝系统去进行这个优补呢 怎么说呢 中国在东南亚这边的势力 不仅是包括这些公司了 包括明帝武啊 这些武装啊 这些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因为他们很多东西要靠他 因为像柬埔寨这家公司 他的这个起家历史本身就很神秘 他的老板 以前是中国人 据说是从中国跑到了柬埔寨 有的人说是他当时在中国 犯了事卷了钱过去的 那么也有可能是秘密系统直接栽培的 或者这么的 这个不管他什么原因吧 就说他如果说 真的是涉及到一些经济问题 比如他这个公司以前 的一个核心业务是网络博彩 就比如挂在合法的牌照下面 进行网络博彩 那么这种事情 他的主要客户都来自于中国 对不对 那么他就如果说和中国的官方保持 特别人秘密系统保持一种合作关系的话 对他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可能会受到打击的 那么确实也受到过公安部的调查 那么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 就说比如说某家公司 这种他从事些灰色产业 那么他和秘密系统勾结在一起 就他就会一点事都没有 就中国官方就不会有人来查他 这个是一个误解 就说他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官方 他是非常复杂的 他有许多的部门 有许多的派系 职责也不一样 他跟比如说郑保系统 他比如他有一些勾结 一些合作 那么郑保会给他提供一些保护 或者什么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 比如说另一派系的人 或者另一个部门的人 比如说金针方面的 或者专门管网络博彩的 出于他们的一些职责 或者什么考虑 来调查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中间 涉及到一个复杂的博弈 那么这家公司 或者其他类似的这种博彩公司 或者这种跨国的这种集团 商业集团也好 黑社会 或者灰色黑色的这种黑产的灰产 他到底最后能不能立得住 能不能过关 能不能还是会最后被查 然后落马 这个就涉及到后面 就是中国方面的这些一些 比如不同部门 或者不同派系之间的一些博弈了 确实 好像从去年底开始 当这个整个的东南亚博彩业 变成一个抓猪仔的 这么一个状况的时候 实际上中国在近期 还是对于东南亚的 这个整个博彩业的这个管控 或者说跨境的管控 还是相当的严厉的 这个可能还是 跟之前几年的状况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另外呢 其实刚刚你们说到 就所谓诱捕的事件 发生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知道 2016年的时候 当时香港 红罗湾书店的店主桂敏海 实际上也是在泰国被失踪 或者说被抓捕的 这么一个状况 实际上这个事件 和辣椒对你们 当时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这个影响 或者说你知道 这可能就是 整个系统的一部分 好的 就是说 为什么我和我太太 都会对柬埔寨的 这个项目 包括他的这个招聘 一直就是心存疑虑 不敢信任 贵敏海这个事件 是有决定性的作用的 我觉得 就是说 包括我也非常了解 另外一个事件 就是说再往前几年 那个王炳章事件 王炳章是在越南被诱捕的 那么再加上 这个贵敏海事件 所以我们会对东南亚国家 这些就会 极度的不信任 他们把这个右部点 选在钱埔寨 这是造成我们 最大的不信任的 一个原因 我觉得 Eric当时的了解呢 当然我 没有直接接触 这个案子了 这个相关情况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个 后面就之前 那个有个事情 但你们可能都晓得 就是王立强这个事情 那么王立强 他曾经提到过 比如说他是什么 军队情报系统的 涉及到这个贵敏海的绑架 我自己是比较是怀疑态度的 因为像这种事情的话 一般来说 军方的这个系统 他是不会去介入这些事情的 这个在我看来 更像是公安国保 镇保一局 他有可能去处理这个事情 后面包括我 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 我就非常明白了 这个东南亚 这个水是很深的 这个中国在这方面的 这个势力 无论是官方的也好 还是跟当地的黑社会 这些灰色的这些集团 这些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说东南亚对他们来说 对异议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当然对中国来说 也相当于一个后花园了 但是他也有一个程度 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缅甸 老挝 柬埔寨 这些是相当于是最危险的地方 泰国会稍微好一点 你在泰国的话 他要把人弄回去的话 还是有点复杂 多半他会尝试用一些 比如走手续 正式遣返的这个过程 这个当中会有一定的博弈空间 所以说我们看到 有的人在泰国 他就侥幸逃脱了 是不是 就是像有的一些很多报道都有 比如那些基督徒 包括像华勇 华勇也是在泰国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像把它弄回去 但是没办法在泰国 直接就是去动手 泰国来说 相对来说 稍微安全那么一点点 当然也是很危险 只是相对而言 所以当时辣椒最终没有选择去 那你们两个之后的这种联系 就结束了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他这个事情完了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我就没有跟那个辣椒去联系 其实我心里 一直有一个场景的一个想象 因为其实在我心里面 其实我一直对这种 和老冬家和郑保育局翻脸 我是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的 并且其实我是有一个长期 这么一个打算的 其实当时我在泰国上学的时候 我上的是一个四年制的本科 我当时的初步设想是 等着学上完以后 然后再挑一个合适的事情 跟他们翻脸 但因为一些突发时间 然后这个就提前了 那么当时我对辣椒这个事情 和辣椒再次联系 我是有预感的 或者说有一个设想 就是说 等我跟老冬家翻脸以后 我再跟辣椒建立一个联系 并且告诉他 之前那些事实的真相 所以说之前我就没跟他联系 那后面就是 但是警官曾 就是跟我聊过这个辣椒这个事情 他当时这个聊天记录 我还没放 他当时就是 其实有点责备我的意思 就责备我为什么没有跟辣椒 一直保持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联系 这样的话将来说不定 还有一些什么机会 去也去搞一些事情 那么当时我也是比较敷衍的 就去回应他这个事情 就说不方便 或者是这个东西 大家当时对这个之前的事情 也可能有察觉 觉得是个陷阱 这个东西 当时我在聊天的时候 还被责备训斥了 这么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我的想法就是 将来有一天跟他们翻脸以后 会跟辣椒建联系 没想到这一天 是真的如果预想一般的 这个变成了现实 辣椒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怎么看 还是整个的这个 当时对你这个诱布 我可以讲一下 我这边的那个收藏的记录吧 你说你说 好的好的 这个一开始我是跟小杨 在email联系 后来因为那个涉及到 柬埔寨面试这个事情 就变得比较正式了 Eric当时就把太子集团的 行政人事部的 官方的email就给我 他们当时还做的挺正式的 专门发了一个网站 这个网页 现在我不知道在哪里了 当时我记得是 打开那个网站 专门有一个招聘的页面 太子集团在全球招聘启示 那么后来我知道 这个招聘启示 这个也是针对我专门设的网站 是不是Eric 这个招聘就确实是针对你的 但是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下 这个就是说 它也是比较耗资源的 那么干脆就做成一个真的招聘 那么确实公司当时也是需要一些岗位 需要一些人 那么就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 正式的一个真的一个招聘会 真的在招聘有招聘人 但是当然了 这个其实它的初衷 和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潜藏的目的 就是针对辣椒 这个是没错的 是这样的 给我最后发的邮件的日期是2017年5月10号到11号 就结束了 因为谈不拢 这个台湾的面试谈不拢 就算了 然后小杨自己到了9月份给我发了个邮件 这个现在想想是很有意思的 你还记得吧 Eric 一年代有点久远了 你说嘛 你给我说一下 当时就是你的那个网名还叫文斗 突然之间到9月份给我发了一个附件 写了一个三万多字的初稿 是什么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文件 你记得吧 有点印象 八面革命记得吧 叫什么八面革命是吧 对对对 这个初稿的正文标题是八面革命 革命总论 革命武装 之后的 那个印象不是很深乱 那个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对武装反共这个东西 一直是非常的兴趣能够 但最后也因此玩大了玩脱了 我当时可能是就是年代太久远了 我已经搞忘了当时发你那个邮件 那个背景是什么了 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心血来潮 也有可能是他们比如说 有可能说你要不要跟辣椒保持下 这个联络呀什么的 这个我记不清了 反正当时可能我写了这么一个东西 如果是我自己心血来潮的话 可能是当时找不到人来看 所以说有可能就直接顺着就发给你了 我猜这个邮件是像你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因为关于武装的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我自己想法 因为郑宝他们是绝对是不会主动安排 或者怂恿我去搞武装的 这个东西就太敏感太大了 他们不敢动这个东西 其实 对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你之前说到这个 你搞一个武装的这个内容 其实蛮有意思的 就是因为可以看到你受接受 他们控制的同时 你又有一定的自主性 然后这种自主性呢 又在你们两方的这种 就你跟国宝的这种关系之中 让你成为一种并不稳定的 或者说并不容易这么接受控制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说你可能不是一个间谍 可能你更像一个线人的这么一个状态 不知道这样一种状态 你是怎么看自己 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了 就说就关于你是 身份到底是什么样的 用一个名词来界定 之前也有人才刚刚就是跟我访谈过这个事情 我也跟他提过 包括我之前在社媒上也专门提过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如果用中国共产党 他继承苏联的这些体系 这些名词来说的话 他自己有专用的名词 就是公安特勤 特就是特别的特 勤就是感情的勤 那么他把这些所有这些 比如说什么县人啊 特工啊特务啊特勤这些间谍啊 他可以统一用一个词来表示 就有特勤 那么公安特勤它是相当于 主要就是隐蔽战线 他有自己的一套档案系统 有一套自己的套管理系统 如果说用大家一般意义上 比较好理解的这个概念 比如到底是 线人啊特工啊还是间谍啊 这个东西的话 他其实是有一个区别的 而且这个身份也不是固定的 有的时候是可以转化的 那么像我一开始被他们 比如说控制住 被他们发现 被强迫为他们工作 那那个时候的话 我的身份其实更多来说 当然了你可以说从头到尾 都是都可以按特勤来算 但是我是说从 就是一般人理解的意义上 这个这些概念来说 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 算是一个线人的身份 那么线人的特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 他的活动范围比较固定的 他是从比如说 原来的这个团体 这个组织 把它侧反过来 然后再放回去工作 那么他还会在原来的团体 或者原来的工作 这个范围当中去活动 他的活动范围是比较固定的 那个时候更像是一个线人 那么后来当 更多的赢得他们信任以后 这个信任更深了以后 他会就把你外派出去 给你掩护公司 给你提供专门的掩护 然后把你外派到不同的国家 去执行不同的任务 那这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是特工了 包括警官在电话里 称呼我也是特工 因为线人 就是他的信任 没达到这个级别身份 没有升级到这个特工的话 他是不会去 给他提供掩护 或者派到不同国家 执行不同的任务 他只会在原来的活动范围去工作 那么后面到后期的话 那我的身份更多的 就像是一个特工 那么当然了 你按共产党的术语 叫我特勤也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特务 这个更好理解 所以你当时自己有意识到 你自己的身份的变化 等于是升级了 和官方有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吗 这个是肯定的 外派就不一样了 以前包括网上 有些质疑过的人说什么 包括外派这个事情 他们比如说 跟国宝打了一辈子交道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国宝有这种 在海外的这种秘密工作 有种外派的事情 那个是肯定的 因为这个事情的 那个密集程度是非常高的 你作为一个艺人士 国宝给你打交道 有时候给你镇压一下 你或者给你嘘寒问暖 这些客套一下 这个东西 只是一个工作关系 你是他的工作目标对象而已 你不可能知道 更隐秘的一些东西 那么像镇宝一局 它其实 它在海外的工作历史 其实是非常悠久的了 有的说是可能 比如在某些地方 比如在香港或者什么地方 有可能是在解放前 因为镇宝 它部门实际上 它这个组织是渊源流长的 在红军时期都有镇宝系统 海外的情报工作历史 也是渊源流长 那么像外派这种东西的话 肯定是 到达了一定的信任程度 你这个身份有了一定的变化 才有可能被外派出去 因为你外派就有叛逃的可能 就要考虑这种风险 那么没有一定的信任 是不会让你外派的 明白 但是相对的就是 可能你之前是更多的 信任和信息的 传递的工作 诱补对你来说 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 你良心上会觉得过不去吗 因为你之前你也提过 可能有一天 你会和你所诱补的对象 再去有交流的机会 那对你当时有一些挣扎吗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其实并难去思考 因为就像我在 之前也透露的一些信息 我的身份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有些秘密警察 不知道的一些秘密 包括一些 你也可以在梦中来说 也可以叫我是一个双面特务 那么我既然 早都已经背叛了他们 那么很多事情的考虑 出发点就不太一样 那么我也会考虑到 就是关于诱补这方面 我肯定就是 会小心翼翼的避免 这种任务真的成功 因为我是知道 这其中的厉害关系的 就是如果说 我真的帮他们 把这种比较极端的 这种比较恶性的 这种或者说 比较邪恶的这种任务 给他成功完成的话 真的有人因为 我受到了伤害 或者是因为被捕 或入狱的话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就是说因为我知道 自己将来很有可能 要跟他们翻脸 很有可能要叛道 其实我长期来说 也是一直在做这么一个计划 一直在累积这些材料 那么即便是 我是一个双面谍 有其他国家政府 为我背书 那么但是如果说 有人因为我受到了伤害 身体上的伤害 或者什么的 受到伤害的话 那这个东西 如果我到了外头的话 后面的一些东西的话 就会很麻烦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 小心翼翼的 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还算是运气比较好 也算是我为人比较谨慎 这种事情就没有真的发生 所以更多的是 为自己这个下一步的一个 考量来做的一个打算 对因为从我第一次淘宝开始 就其实就已经注定了 我的这个身份 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被强迫 为他们工作的这么一个特情 已经身份就已经不一样了 身份已经从一个 这样一个抉择 已经变成了一个双面的 一个抉择 那么很多事情的 出发点和考虑 肯定是不一样的 明白 对因为你已经做了 大概假设是不到 十年的现任之后呢 再提升到了 这么一个特勤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吗 七八年吧 我大概吧 我没有具体去掐着钻 就大概七八年 一半的时间吧 那个后面就是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中 他怎样干扰你的生活 或者说一方面是干扰了 那一方面他也会给你提供资金 当时你的这个状况方便透露一下吗 资金这方面就是 一开始他其实不会给你钱的 因为一开始被迫被他们工作 这后面的话 就是随着工作的深入 他会要培养你 他要就是让你去委派 更重要的事情给你 然后信任的加深 他会给你钱 那么钱也在 也是越给越多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特务工作怎么说呢 他对人是确实 个人生活方面 是有两面性的 一方面他可以让你的生活 就可能会比较轻松 你比如说像 比如说外派的时候 我去掩护公司 我都不需要去上班打卡 也不需要去真正做什么事情 那么整天其实就是 坐那儿 什么事不干都有钱拿 那这是比较轻松的一面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也对你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 比如他会让你的一些社交圈 急剧的就是狭窄化 因为那个时候 无论是工作的要求也好 还是你个人的心态也好 你都会变得很多疑 就人逐渐会变得越来越多疑 你就会有很多时候对于人不太信任 那么除了我的工作目标 工作对象以外 那么就是景观 那么我的社交圈就会变得很狭窄 导致就可能就没有真正的一个朋友 就对于个人的生活会有会有会有 这种正反两方面的这种东西 一方面带来轻松 另一方面也带来不好的东西 所以这种多疑是当有陌生的人 尝试给你善意的时候 你也会相对比较紧张吗 也谈不上紧张吧 我这人一向是比较冷静的 但是我会多思考 就是对方的动机是什么 可能潜在的压力会是会有的 因为就像我之前 比如我第一次去香港尝试逃离 那么这个事情后面的一些东西 虽然说我编了一个故事给郑宝 但是中间的真相这些包围细节 他们是不知道的 那么我撒了这么大一个黄以后 实际上等于背叛了他们 那么这中间的压力 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说的话 整个人就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多疑 我想本身你一个特务 本身它就会变得多疑 那么你如果说变成双面的话 那么你可能会变得会更加多疑 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明白 所以这种状态 你觉得就当你到了澳大利亚 你对你的生活还有影响吗 还是你觉得在澳大利亚 你稍稍的调整过来了 应该稍稍调整过来了吧 然后很快也会结交到新的朋友 这个就比较正常了 可以简单分享一下 你目前的日常生活吗 简单日常生活 反正我不提太多吧 因为这个一旦播出去的话 中国方面肯定会分析 怎么来利用这个东西 那么我只能说还好 还好还算挺好的 然后目前来说比较自在吧 还算自在 明白 那从你第一次的报道 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多月了 那觉得中国的官方 对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然后对于未来的 你自己安全的预估是怎么样 当时这个报道出来以后 然后中国主要杂事馆 是出了一个声明 出了一个否认声明 这个声明其实跟那个 我在柬埔寨那家集团的那个声明 他那家集团也后来 也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这两个声明 你们如果自己去看的话 其实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很有意思 比如说那个中国官方的声明 他完全没有提到我 他只是针对ABC 说这个ABC的节目是完全捏造的 没有攻击我 没有否认 没有提到我 没有否定我 一个原因其实可能很简单了 包括我在网上 其实也放了话出去 就是说如果说他们公布我的个人信息 或者是玩什么花火的话 我可能就要对等报复 可能会公布警官 或者其他特务的名字 那么所以说中国官方对这个事情 就比较小心意义比较谨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到现在正常事件为止了 那么中国那边肯定是知道我的真名 包括我的家人的这些名字 这些个人信息 他都知道的 但是迄今为止一直都没有公布 也没有像 像王一强那事情出来以后 他们就放一些庭审 或者放一些东西去否定他 这些东西动作都没有 那么这就比较耐人寻味了 同时这也是一个 其实是最正确最聪明的做法 那么他们知道 我手头有他们不想公开的东西 我可能会报复 他们就不好去做一些过多的东西 那么对他们来说 最正确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把这个事情的热度压下去 我感觉可能是他们是 发了一些比如说口头通知 或者非正式通知 就类似通知吧 就是让一些 比如说包括海外一些大外宣 一些自媒体这些东西 可能去 在我这个事情上面 不要过多发声 把这个热度压过去 然后就是尽量不要提 让这事情淡过去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最好的做法 那么对安全方面的话 他们现在是不会做什么事情了 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好的时间 他们如果说要有什么动作的话 肯定也是要继续在观望一段时间 要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有可能才会采取行动 那么现在你本人在澳大利亚 你觉得当地会给你一个 比较好的安全的保障吗 还好吧 我觉得两方面来看的话 现在安全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你也提到 无论是在东南亚也好 西方民主国家也好 实际上还是有不少的 包括境外警察局 在当地的 像你所在的那种 跟中国关系非常好的公司 华人等等 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 会影响到你的安全吗 有可能会影响到 但是在现在和后面一段时间内 我觉得还好 因为本身他们这个工作模式 工作思维的这种方式 这种流程 我是比较熟悉的了 他们自己也很清楚 对像我这样一个人 如果说要采取行动的话 那必须是非常非常非常谨慎 失败的风险会很高 这个后果会很大 那么他们可能会进行权衡 与其现在来对我采取行动 冒着这么高的失败风险的话 那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或者是直接在舆论上 把这个事情 平息过去压回去就行了 其实他们也晓得 现在我的很多这些东西 已经给了情报部门 已经给了媒体 后跟进的这些媒体 有的还在调查 那么东西材料给都已经给了 你现在来也已经阻止不了我了 是不是 那你现在对我采取行动 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呢 无非可能最多也就是杀鸡警猴 比如警告一下其他人 不要学我的样子 但是这个成果和这个成本 风险之间这个衡量的话 可能也不是很划算 那么可能还是要观望一下 等后面再说了 明白 那么你有提到你的家人 现在还在中国国内 那你会担心他们的状况吗 首先一点 我把他们这般都拉黑了 所以说的话 他们如果说威胁他们的话 对我来说奇迹不大 而且他们其实应该比较了解我这个性格 因为关于我的这个档案的话 很早就有很多那种档案 在他们那个手里头 那他们对我肯定是之前早就有研究的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他们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那这种方式手法的话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的 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他们现在不会有太玩夸火的一些动作 一个是他做了一些事情以后 可能会又上新闻 那么我这个事情 反而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 这个又上新闻的话 那二一个就是我有可能会报复 那么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的 所以说的话 再加上我就把这些人基本上都拉黑了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他们会对国内的家人 采取些什么极端的一些东西 我倒不是特别担心 那其实这方面 我觉得辣椒出来中国也快十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所以你的家人有没有受到一些骚扰 或怎么样 以前有 然后最离谱的是 我太太那边 八根子打不着的关系都被找 就是我太太的初中班主任 很多年都没有联系的 然后听她同学说 是一个初中班主任 被当地的国宝找 调查我的情况 就完全 她完全不知道我的情况 我完全没联系的人 然后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点害怕的 尤其刚到日本的时候 因为我当时住在一个大学宿舍 然后那边大学宿舍前有一条小路 晚上比较黑吧 而且说起来日本人口密度很高 但是就那条小路 特别偏僻 经常是走在路上 就我一个人在那里走 然后有时候 下雨天打着伞 我就会不由自主回头看 我就担心会不会有人跟踪我 这是在中国留下的阴影 包括我在日本 大概半年一年时间 有好几次做这种噩梦 就梦见中国的国宝 秘密警察 跑到日本来抓捕我 然后就吓醒 这样的噩梦是做过的 那么后来我听到一些消息 就除了这个 Eric这个经历之外 中国的国宝 还有一些对我的 就是其他部分 对我的那个最终调查也有 就是Eric我知道 你这边是属于一个 那个国宝四川那边的是吧 重庆 重庆总队 重庆的 对重庆的 然后上海的国宝 也有对我经营过调查 因为有一个上海的网友 曾经在那个微信里面 跟我聊天 说想到日本来看我 我说可以啊 欢迎啊 就这么随口聊一句 但是他就再也没出现过 后来过了好长时间之后 才从另外一个朋友那儿 共同的一个认识的朋友说 他就这么聊了两句之后 就被上海的国宝 跟踪了一两个多月 你们是用什么联系的 就全面跟踪 微信 微信 微信私聊是不是 我当时还有微信 当然了 对就私聊嘛 微信相当于裸奔的一个东西了 相当于没什么隐私可言 是 所以我微信已经好几年没用了 然后他当时跟我这么说的 他说想来日本看我 机票都买好了 酒店也订了 然后跟踪了他一两个月 突然之间就冲到他办公室去 拿着厚厚的一百多页的材料 就跟他说 你不能去日本看那个辣椒 你看这拿的什么资料 打印出来厚厚的 他的家人的所有的信息 他自己的 他老公的 所有的财产信息 个人财产信息 小孩的信息 说你如果去 这个会对你不利 就他就被迫 把这个酒店啊 机票全退掉了 然后我后来还听到 一个渠道说 就上海的国宝 或者国家圣局 这个我搞不清楚 就是他们有派出个专案组 到日本来调查我 大概有两三个人 怎么调查 具体是 具体我不知道 因为他们没有来接触过我 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瞎猜嘛 这个很可能就是 因为这种 我当时在日本的 所有的活动也都是公开的 能有什么秘密 搞不好就是找了一个借口 就吃反贼饭嘛 找个理由说 到日本去调查这个辣椒 其实是来日本旅游 对不对 这很有可能 这些警察 是很有可能做得出来的 当时为什么离开日本 最后选择了在美国 是因为日本其实 历来是对移民要求很高的 你如果是难民的身份的话 难度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看过统计数据 日本是对于政治难民 审查非常严格的 那么我也和日本的民主圈 民运圈我也接触过 80年代到现在 最后只有两个人 获得了正式的难民资格的身份 其他人都处于一个灰色地带 拿着一个特别志在的许可 我是被迫留在日本的 我没有把日本当作一个移民的方向 所以我也没有学过日语 我岁数也挺大的 四十多岁学日语 那么你语言不好的话 工作就很麻烦 所以当时处于一个 就是工作和签证 都会有遇到问题的情况 这时候往美国 结出人才移民 然后这个移民申请成功了 正好又赶上 自由矮照电台台长 到东京来面试我 那么一拍即合 我说正好我身份也拿到了 那就去美国吧 就很顺利 所以他们面试 是在东京过来找你 而不是让你过去 对啊 就是当时的台长 就到东京来 他可能有别的事我不知道 反正专门跟我联系 说人在东京 想见面 见面就问我要不要去 去美国RFA工作吗 那太好了 我正好签证也拿到了 去吧 对 所以但是你知道 就是大概十年之前 整个网上对你的这个攻击啊 或者批评啊 实际上还是在攻击你 赞美这个日本民主啊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的那种感觉 那个就是2016年的 当时人民网有一个强国论坛嘛 强国论坛就是官方的论坛嘛 大家都知道的 强国论坛 突然之间发了一篇文章 我当时一开始不知道 但这个文章传播力很广 明显是他们中宣部的一个指令嘛 强国论坛找了一个化名的人 发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 变态辣椒 这个 亲日媚日的汉奸嘴脸 这篇文章 后来我去追踪那个传播渠道 它是强国论坛首发之后 半个小时之内 全国几十家媒体转载 那么只是一篇网文 你怎么会在半小时之内 全国这么多媒体转载 那一定是行政命令吧 就转载这篇文章 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我的粉丝看到了 就跟我发私信 说辣椒 后来就觉得问题严重了 因为它不光是发了一篇文章 有些问题是同步的 它当时文章也发了 然后我的微博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两个主号 全部被封掉 接着我的当时在运营的一个电商 淘宝的网店也被封掉 这么一个同步动作 一连串打击 就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 因为过去我经历过被封号 但是连那个网店都被同步冻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告 因为那篇文章的结尾有一段话 就是像变态辣椒这种人 亲日媚日的汉奸 这个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那么文章发了之后 我就受到严惩了 账号也被冻结了 这个淘宝店被封了 这个威胁的程度 应该是最高级别了 所以我紧急和朋友商量 和我当时太太商量 就觉得不能回中国了 因为机票都订好了 当时已经计划要回中国了 然后机票就只好退掉 紧急跟日本政府申请 说能不能把这个签证延长 然后再想办法留下来这样子 是这么决定 被迫决定不回去的 明白 那其实我不知道 Eric怎么看 刚刚辣椒说的这个状况 包括你是作为重庆局的特勤 还有包括上海那边的网友 会被上海国宝所找 然后再加上这种 网上的污名化的状况 那从你的角度来说 你怎么看当时的这个状况 这种比如说连作呀 或者是抹黑还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都比较心知肚明了 这个没什么好说 这个党国的一贯的风格 有一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很多人对镇宝的工作模式有误解 很多人以为就是说是属地管辖 某个地方他就只管他跟他有关的 比如说户籍当地户籍的 这个其实不是这样子 比如说像辣椒这个事情 比如说不同的省份的省厅都有可能去调查他 设计到他这个事情 那么像之前有个之前采访过的许其微许秀忠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也讲过他的事情 也是有不同省份的省厅在调查他 那么像我介绍的很多案子 包括有可能像辣椒 我三十重景方面的但也不排除 就是其他的省厅也能同时在调查 就是说比如说北京他要弄一个人的话 比如他可能发了通告到全国的单位 那么全国单位那么他有可能会一起参与这个事情 比如说哪几个省厅他在这个地方 他觉得自己有人有条件能够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就会去投入资源去做 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几个省厅 同时处理一个人处理一个案子 这么一个情况 就有点像招投标 有点像竞标 那么谁最后把这个事情完成了 那么谁最后去拿这个奖金去立功受奖 就是说这是一个工作模式的一个方面 大家对郑保这个方面有一个误解 我这里点一下 明白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为了辣椒这样一个人出动这么大的这个人力物力 不知道你们两个人怎么看这个 就是辣椒你自己觉得你值得吗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挺矛盾的 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没那么重要 我只是个画政治漫画的而已 对吧 只是个画政治漫画的而已 我是个普通人 我自己知道我是个普通人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迫害 不断的迫害 一积极的升级 他在不断的提醒我 原来我的漫画很重要 我的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给我一个继续创作的动力 有时候会觉得 有时候画着画着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因为中国这些 这问题是车骨路话 对不对 十几年前我的漫画 再过十来年我拿出来还是一样的问题 你比方说这个洪水 它动不动就把这个灾害 就转化成一种喜剧 是吧 就画悲痛为喜剧这种方式 洪水啊 强险 怎么样救灾啊 什么地震 它最后都会变成庆功宴 我这样的漫画 老早就画过 十几年前就画过 画过好几次 现在拿来还能用 就说明这个 就是有时候会失望 就没有缺乏动力 但是反过来说 中国共产党一次又一次 把这个破坏升级 对我追踪啊 对我花了很多的大价钱 调查这样子那样的 还要把我绑架回去 这么用心 这是给我一个动力 觉得啊 原来我的漫画是有意义的 他们这么害怕我 他如果不这么搞我 我可能就 就可能会颓废 比方说 但他这么搞我 我就有动力画下去了 原来他害怕我 这样子 Eric怎么看 这个事情很正常吧 因为党国 他对付这种挑战 或者对付这种反 这种异议人士 他的一个风格就是这样子 就是杀鸡用牛刀 就是把一切可能的 就是这种危险扼杀 在苗头当中 就他会不惜调动 很多的资源 人力物力 金钱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很正常 这符合党国 这种一贯的这种作风 明白 从你的角度来看 那就现在你们两个 都处在这个 西方民主国家的情况之下 你们怎么看 目前中国的间谍也好 特勤也好 在海外的这种行动 尤其是在西方国家 我记得很早以前 我就看到一个说法 我忘记有一个 谁写一篇 关于民运圈的里边的 纷争的一篇文章 就提到 民运圈的很多这个纷争 其实是中共的特务 在里边挑拨离间 这个我也是一个 很矛盾的想法 一方面 就我所了解的民运圈 就动不动抓特务 包括我都会被指责成特务 我就很烦这种 就在网上 突然之间就仅仅 因为你的一个言论 就把你指责成特务 这个太肤浅了 这种做法 那就到处抓特务 另一方面 确实特务很多 像你们这么在网上 凭人家言论 就这么能抓出来 比方说 像Eric这样的特务 你能通过网上的言论 把它抓出来吗 这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我看过一篇 回忆文章 里边印象很深刻 里边提到有一个 海外的一个民运 跟一个 跟他接触过的 国安局的人 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国安说 与其你们搞民运 不如我们来搞民运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有大量的人员 渗透在这个民运圈子里面 就比方像像Eric这样 过去从事的工作 是不是Eric 我还好了 我也不算深度 介入民运圈了 当然民运圈 这个狗血 这个内斗 肯定有共产党 操控挑拨的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层面的话 就是海外 在民运圈里面 这些人有的时候 为了一些头衔 或者是这种 争权夺利 一种勾兴斗角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厉害的 人性的弱点 那Eric怎么看 就比如说 一方面可能是针对 就西方国家的 所在的华人的状态 那对西方国家的一些 其他的状况 会有一些不同的影响吗 你会觉得 这种长臂管辖的问题 等等 怎么说呢 其实特务活动的这种活跃 甚至我们可以说中国这种 国力的这种这种提升 和这种造成的这种威胁 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是西方国家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就是 当然也可以理解 资本主义就是以逐利为主 出于这种利益的考量 来投资中国的市场 帮助中国慢慢的做大 因为以前的话 像包括一局的以前特务活动 他们以前比如到某个地方去出差 可能申请那个5万块钱的经费 这是老警官以前讲过的 申请一个5万块钱的经费 可能都比较麻烦比较困难 那个时候条件很差了 比较拉垮 你可想而知 那个时候 他们的特务活动 其实是处在一种多么 就是效率的 比较差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他们有这么多人员 有这么多资源 钱 来做这些事情 包括想腐蚀西方的 自由民主的社会 那这个 在梦中来说 其实不就是西方 包括它的一些高科技 监控啊 大数据啊 这些东西 不都是从西方带过去的吗 在梦中来说的话 西方民主国家一方面是 中国威胁 这个包括特务活动的 一个受害者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它也扮演了一个 帮助他们壮大 给他们输血的 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西方国家 就是有必要 更加审慎的去处理 跟中国的关系 包括在经济上 技术上 让中国进一步 强大或膨胀 这种 是不是一个 一个对人类文明 一个真正有益的 一个做法 我觉得 当然资本家可能 企业家可能不会想太多 但是我觉得 西方国家政府的话 需要通过立法 一些方式 在这方面进行 一定的规范 明白 辣椒怎么看 我想来个 最新的例子 就是过去 我跟我太太 包括我这个 网上都有朋友 会有共识 就是说 中共这个长臂管辖 导致这个全球 它都渗透很厉害 非洲我就不去说了 不了解 那么东南亚国家 尤其我这两年的工作关系 了解很多东南亚的情况 我是深刻理解了 这个东南亚国家 是一个 中国的民运圈的 或者说对反共人士来说 是最不安全的 这个地区 东南亚国家 那么亚洲国家 我以为 我会比较放心的 可能是只有日本 台湾 最多加上韩国 然后我会以为 西方国家都是安全的 但是最近有一个案例 打破了我的 这个以为的 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 一个法国 最近有个案例 差点有一个人 被中国的领事 或者还有派过来的警察 从法国的机场 绑架回去 差一点点 是被他偷偷的 报告给一个 王静宇还是谁 求救 然后王静宇带着 法国警察 在机场 把那些人拦住了 如果不是打 这个求救电话的话 这个人就被 中国执法 从法国 执法抓回去了 这个如果成功的话 也是开创了一个先例了 我是觉得蛮可怕的 他这个 我没有去 过多了解 但是我看了一部分 他那个好像是 在机场的时候 就机场的警察 就已经觉察到 有异常 就上前阻止 就这个事情 就已经 其实在机场 就已经卡住了 已经给他停掉了 或者才发生了 这个记者过去 这种之处 就是其实 他要是真的想把这个人 从西方国家 带出去的话 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在机场 可能警察就觉得不对头 就把你拦住了 难度还是很大 但是这个 可能跟当事人的 这个心态有关 如果说当时 比如说他那个 有个社交 什么爱心劝反团 如果当时他们前期 做了大量的一些 比如说游说 或者是 这些侧板工作 或者游游说工作的话 如果让当事人觉得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给予了一定的配合的话 那么这个事情 就更有可能 像下一步推进 比如说跟着他们一起 到机场 但是如果说当事人 是完全抗拒 和不同意的话 你想把这个人 顺利的 比如说从家里面 或者从街上 带到机场 或者这种的话 其实难度是 还是很大的 所以说的话 当然他们的这种活动 是比较嚣张的了 但是我们就说 也不用 就是说 帮他们扩散这种恐惧 其实也没必要 就是在海外 有的时候 你参加一些 政治活动 或者什么的 这东西其实需要谨慎 但我觉得 没有必要过分恐惧 因为对他们来说 难度确实很大的 明白 那我想问Eric 那当下 其实有很多海外的 华人学生啊 然后还有 普通工作的华人啊 那如果他们 被国安或者国保 接触 被他们联系到了 比如说要求他们 做线人了 大量的这些 要求的话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东西太复杂了 这个东西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 不一样 有的人的话 包括跟每个人的 价值观呢 意识形态 还有他的那个 当时的具体情况 他的求学的状况 他的家人的状况 都不一样 当然我可以 就是很政治正确的说 就是说 你们需要联系 所在国的政府啊 会报告这个事情呢 你们要避免跟他们 国安发生这种 接触啊 这种东西 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的话 现实当中 其实会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那么有的人呢 我觉得 他可以就说 如果说他确实 非常的面临 非常就是危险的状况 比如说他家人 确实有很多 然后在那边受到一些威胁 或者有什么把柄 落在了别人的手里的话 你可以虚伪设 想一些办法 跟他们周旋 那我的建议是 就是尽量不要 完全的如对方的愿 就是说你一旦 完全如对方的愿 被对方的管理好 国保也好 真正控制住的话 那么其实这对你来说 对你的整个人生来说的话 并不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好事情 退步来说的话 假如说你真的有一些东西 被他们把柄 被他们抓在手里 不得不低头的话 那么我觉得 我的案例 其实也是 你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 参考的一个例子 你可以在内部的话 去做自己的一些准备 然后假如说你被迫要 为他们工作或什么的 你要给自己留后路 就是我给所有这些老同行 所有这些特务们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特务 应该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不要去盲目的去效忠 或者盲目的被洗脑 他必须要明白 你要保存一些材料 你要给自己准备一些后路 你要随时准备好 跟老东家翻脸 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了如果说你的情况 没有那么危急 或者那么多把柄的话 我是建议你们最好是 直接干脆的拒绝他们 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把柄 就是他们实际上威胁不到你 或者是造成什么真正的伤害 你应该拒绝他们 如果有那个的话 可以的话你应该像 比如说你在澳洲 你就应该向澳洲政府报告 你在美国就应该向美国政府报告 通过像警方或者情报部门报告的话 让他们来更好地保护你的安全 如果我是他们的话 我可能会这么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做法 当然我这个人亲情观念 也可能比较不是那么深厚了 可能在家人方面的话 有的人可能他家人一旦受到威胁的话 他可能会慌张 或者对他个人的造成的心理 或者什么的伤害会很大 个人情况不一样吧 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要疼 是不是 好的 其实我还有想跟进问 就是你在做这种线人 十多年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跟你的上司 或者说你的上线去接触的时候 你也说可能他们那些警察 是你的社交圈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你是怎么去看他 你怎么去理解他们的这些工作 你说对那些警官们吗 对 警官们也是人了 也是普通的人了 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生活烦恼 比如说加班啊 很多呀 加班很累呀 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家庭方面的 有的很多人会有胃病 然后很多人会有家庭方面的一些感情方面的困扰 然后也有人会有一些婚外勤纳 或者之类的 就是普通人有东西他们都会有 那么 实事求是的讲啊 有的人可能私下里 你如果说抛出他的工作私下里的话 不能说把他就是说私下生活当中 作为一个人来说 你说他是生活中也是非常不堪 或者非常邪恶的 其实也没有 他也会是比较可能跟你打交的时候 比较亲切 也会可能会 无论处于工作目的 还是什么 他可能会比较关心你啊 或什么的 然后在某些事情上面 处理上面 比如帮你啊 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如果说他不把他看成一个秘密警察的话 生活中的这些人 其实作为一个个体的话 人品还是 有的人的人品还是不错的 那么但是都要 他进入这个本质比较邪恶的 这个秘密警察系统的话 那个这个确实 对他这个人的定性就 就就就不一样了 因为他毕竟是从事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很多人可能只是为了升官发财 只是养家糊口 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工作 其实在我看来 并没有很多人有特别狂热的意识形态 那也有个别的了 就比如像我的以前老上级 他曾经说过 他是信仰共产主义的 这个当时我还有点心里有点不相信 有点笑 当然也可能是真的 就是说 他们这个政治思想方面东西 确实可能会有些东西 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有的人他可能 表现给你的是一个很江湖气息的 就像我以前的老上级一样 就比较讲义气 比较有江湖气息 但有可能他的政治方面 意识形态方面 可能确实是跟党 可能在某些方面是保持着高度的 这种一致的 但是在普通的接触当中 你是看不出来的 就是这么一群人 但是他们从事这种工作 这个部门 确实是非常隐暗 非常邪恶 类似于斯塔西 或者是盖世泰宝 这么一个工作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谓 他们辩解的 对 因为上次Eric跟辣椒接触之后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还有不断的在沟通 所以我们也看到 其实Eric处在一种 非常复杂的状态 可能就按照你说的 可能你是一个更务实的人 而是多过如何去评判你 所以我不知道辣椒 你经过了这一个月的这种 你们两个的交流 然后上次的那个消息的震荡之后 你怎么去反思 目前这种状态 和整个这种国保系统的情况呢 一些想法总结一下好了 就是说 首先我非常感谢Eric的勇敢 其他记者 因为资深的调查记者 都觉得前所未闻的一个案例 因为过去来说 这个中国的秘密警察 没有这样现身说法 说我要把我自己的工作经历说出来 这个是非常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点我很感谢Eric 能把他的真实经历讲出来 然后呢 我当时一听到这个记者 给我揭示的真相呢 我是很震惊的 因为很多年的一个疑团解开了 原来当年真的有一个 针对我的一个绑架计划 让我大受震撼 那我现在连我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 推特账号我都改了 我说我可能是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个是中国政府试图绑架回去的漫画家 我是蛮骄傲的 如果有一个勋章 我愿意把它别在我的胸口 就是我没想到一个漫画家会需要他们耗费这么大的人力 精力财力啊 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对我的一个工作堂上的认可 我要感谢国宝 然后我觉得以后会继续化下去吧 不管他们怎么做 我觉得漫画作为一种讽刺嘲笑的力量 他们如果受到伤害那很好 我会继续做下去 就这样 感谢你刚才的表态 其实我也想问问Eric 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想自己 总结的东西可以跟听众来分享吗 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 刚才的一些该说的很多都已经说了 反正希望大家就 不管是以前的老同行也好 特务们也好 然后还有那个小粉红也好 反正就是希望他们更多的认清中共的这个本质吧 这个中共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极权政权 你也可以说它是带有强烈法西斯责载 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法西斯犯罪集团 都可以 差不多 反正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的话 希望你们就是说更好地认清楚 对方这么一个本质 然后对你的未来的一些人生选择 其实可能是会避免一些危险 是这样的 好 那非常感谢Eric和变态辣椒 跟我们站出来现身说法 很感谢 那我期望两位呢 在海外的生活呢 可以平安 开心 那这里是YNOW Podcast 你来编辑点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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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